雖然華民族的生活 民眾遊玩是拿到小家餐 以及為了港古來比賽 也有這麼多朋友 帶到小朋友一起來參加 中在地的風景 用筆以及水菜來典現 我來平林國小旁邊的小醬子 今天主要小朋友他們是休假的時間 然後就是說其實平林這個地方還是 算是蠻漂亮的 因為我來好幾次了 然後剛好有這個機會在這裡辦寫生 因為小朋友他本身也蠻喜歡畫畫的 所以說早上就帶他們過來 然後雖然說今天有一點下雨 但是我覺得他們還玩得蠻高興的 於是文化基金會 為了讓民眾 可以經過了解北南西区 特別是基盤全國城的沙灘畫棚 雖然是落後天 但是也是去任各地的民眾來參加 全國平林有好幾個平林 在台北、台中、草屯都有平林這個地方 但是大家都好像比較了解說 台北的平林 草屯這個平林尤其是在九九峰山下 這麼美的一個平林這個地方 好像很少人知道 那我們想藉由這個學生比賽 讓更多人了解 平林草屯有一個九九峰下面的有一個平林 這麼美的一個地方 因為今天是夏天 所以先去 對 先去構圖 為了落後天 參加的民眾 是都想出不一樣的教授來面對 有的人 是用到手機 也有人是不怕麻煩 帶到電腦 來清出八萬塊的獎金 就要先去學景啊 學景然後回來 然後在這個地方的話 所以用手機會比較方便一點 應該吧 比較好觀察 如果我眼看的話 不會比照片看 還要有那種清楚 八拿下屋是越來越漂亮 既然會希望透過這家的活動 可以讓大家更加了解八拿 也做到民眾的作品 將在地的美景 提供這個每一個地方 記者傳聞上蔡翁報道